牛仔 阵容的话 拥兵 牛仔 机械加古董打守夜人 守夜人包打哦 守夜人这个局抓戒狮嘛 戒狮一定是选一个强势交互点跟你绕的 看见娃了 这个娃打不了吧 这个娃卡块板子对于守夜人来讲就很难打了 能进板吗 进不了 其实刚才卡板子那块板子拍了 我们上地下来看会好很多啊 这样的话机械师这个位置 守夜人要击倒 这机械师娃娃他还能扛一刀的 我这把还是蛮看好穷者的 你上来抓个机械师 虽然说拥兵牛仔修机慢一点 但这个机械师真的不好转 这机械师真不好转 这机械师守夜人没有闪现 机械师有飞轮 娃娃扛一刀 贼懒 没了 这把守夜人 一个金身根本不够用 外面两个控制点 一个古董 一个牛仔 中间打一轮把你金身打掉 金身真空气100秒 这100秒穷者操作一轮 其实是够把他们的密码机拖出来的 目前来看穷者不失误啊 这把是私人开门战了 这把私人开门战了 加速过来 机械师的话这边板子都不下 哎呀 这波不下板 命啊 守夜人跟空气博弈了一波 这也是为什么我上来就给大家讲 这套这种打守夜人厉害啊 就机械师占这个点 太难受了 我觉得这板的话呢 守夜人上来直接如果能排到 这边界势 而且还不是娃娃扛刀 而是娃娃卡位 这样的话实实在在能吃你一刀 往下一走 前面这块板子还没有破 这板子继续不下 要不要博弈一轮 哎 转了个小圈圈 一跳到脸上 有个飞轮 有个飞轮 哇 这技师玩的也是好啊 三台机 好嘞 牛仔刚好机子修完 这牛仔可以操作一轮的 牛仔可以操作一轮 哇 对 秒钩 嘘 嘘 嘎力给给 下一把吧 飞轮一点漂亮 再来 这个精神都不能教啊 这个精神教了 后面古董商 撑王撑吧 这 怎么地人还摇下来了 不是 这技师什么天赋呀 三摇 老底坐穿 现在全是这已经可以打那种就不做人打法了 不做人打法了 保一个佣兵的开门战满血三户必佣兵带一个博命 哇 哇 嗯 这个时候深吸一口气啊 又活了一天 真是美好的一天 游戏嘛 身外之物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 现在牛仔还能在操作呢 这牛仔还能在操作呢 这牛仔还能在操作呢 你精神都没有 来 小皮鞭找你 牛仔加三咬 这战术好久没见了 看一下谁来救啊 古董商压机 傭兵救人吗 这边其实确实可以留一个傭兵的博命 这个博命留了真的不做人 先把人救下来 先把人救下来 你这边抓牛仔 你挂牛仔 你还得守这个基业师 还得管这个基业师 只是单纯的相当于刷了一轮牛仔的挂 一波冯夕 那边击倒基业师带飞轮的密码机点亮 看一下基业师这边的话 想冲大房 守一人 手里面有没有能量 有能量 跳过来看飞轮 飞轮进一个震慑 震慑 还行 佣兵这边的门33 人挂上 但他切不了船啊 这个其实只能跳 他切不了船的 船过去 人家回头都把机械师都给捞了 他只能是跳过就看位置 然后再切船 但是现在切船能留的是个佣兵 这佣兵 我感觉我也能玩啊 对吧 对吧 这把佣兵 属石很适合我来打 我需要一个牛仔这样的队友 我需要一个机械师和牛仔这样的队友 我需要一个机械师和牛仔这样的队友 好 好 谢谢 我加希